是那個行李箱呀 我和蘇錦掩握頭 警員一邊回憶一邊說 我們在小區附近的垃圾桶旁邊找到行李箱 送到鑑證科分析的時候 在行李箱當中發現了幾隻螞蟻 不過當時就沒有留意這個情況 以為在垃圾堆裡爬進去 按照他的描述 那些螞蟻應該是在這個房間裡的 兇手拿走行李箱的時候 沒有留意帶走了幾隻 螞蟻? 螞蟻? 我嘴裡反覆地暗沉說著這句說話 我的喉結突然之間不由自主地動動了一下 我驚恐地望向了許認下 我拿出手機找了一張圖片給他看 你看到的螞蟻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了,過頭就和這個差不多 我張開眼睛半天都說不出說話 我跟著說 我知道兇手帶來的四個袋裡 撞著的是什麼 撞著的是螞蟻? 不是普通的螞蟻 是行軍蟻 它們擁有強壯的惡 咬力比一般的螞蟻強勁很多 回向獵蟻發起潮水一樣的攻擊 我咬一咬嘴唇 大致已經清楚六年前在這裡發生過什麼事 兇手帶來了行軍蟻 在控制著趙文昭和細露之後 開始佈置空案現場 為了防止血液的遺漏 用薄魔紙密封了衛生間 然後把趙文昭和細露送入浴霜裡 然後將行軍蟻釋放出來 兩個生粗粗粗的人 便會在瞬間被螞蟻所沾滑 大致只需要半小時 屍體便會剩下乾乾淨淨的骨架 然後打開水龍頭 將那些行軍蟻全部沖到下水道 大量的行軍蟻會導致下水道的堵塞 亦可以解释到为何楼下的住户会发生流水的情况 但很快去行军矮就被冲走 下水道又恢复正常 但因为空手带来的行军矮数量太多 还有一小部分沿着管道逃生 他们在管道里面爬行的声音 日头是不容易被察觉的 但在晚刻的时候就会若忍若然 这个就是困扰这道住户神秘的声音的来源 我跟着说 这个就是六年前空岸的浅门 空手用了一种很不常见的方式将尸体处理干净 警员问 卓队 你这个分析还是不完整的 空手可以靠这个办法处理尸体身上的肉 但问题就是 行军矮不吃骨头的 那死者的骨头又去了哪呢 我看向许盈霞 心心地吸一口气 你说得没错 什么没错 赵文昭和小孩一直都在房间里面 啊哈 许盈霞吓了大跳 大惊失色地问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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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在哪里 苏感和警员用同样震惊的目光看着我 暂短的沉默之后 我转回头望向房间的角落头 赵文昭和微微正是注视着我们 只不过他们成了一堆被串联在一起的骨架 那是一只猩猩的骨架标本 我从桂桶当中找到一把坐刀 然后坐下了骨架标本上的图鸟 骨落的表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凹凸 那是行军矮在吞拾完猎物之后留下的咬痕 凶手装在行李箱中的才是真正的猩猩骨架 然后凶手用处理好的赵文昭和小孩骨架 重新拼装起这副标本 两具枉死的尸骨在这里续续站了六年 骷髅头黑咪咪的眼眶似乎在那里诉说着曾经发生过在这里的惨案 苏感看着面前的尸骨无骨悚言地问 你 你怎么想到的 百年孤独 什么话 家族当中的第一个人被绑在树上 家族当中的最后一个人被蚂蚁吃了 赵香兰是赵家的大家姐 她也是最先被杀的人 她是被绑在木桩上烧死的 她死了之后赵家兄妹全家陆续遇害 最后一个就是赵文昭的外孙女 她是赵家最后的血脈 哪一人成人 得出来的结果和我的推测完全吻合 经过六年时间的消散 漂白仔完全没办法抑制 老米乐的潜血反应 警方在房间当中 找到了少量浅落的血液痕迹 而那句骨架的标本 也证实了是人骨 一回来的路上 我将关于秦沈峰的事 告诉了给苏锦听 他听完之后 除了震惊到抹大口之外 一句话都说不到出来 我跟着说 警成一出事之前 就瞞着我调查过他 我估计警成应该发现了什么事 苏锦一面忘言地说 俊...秦教授 没可能的 我怎么都没办法将秦教授 和罪犯联系在一起 动机呢?动机又是什么? 我一边开车 一边重重地吞一口气 唉...我都不知道 不过现在看你 有人好像试图让我去知道这些事 你又说给书你的那个人? 我是被秦沈峰收养的 他尽力地反对我做警察 我没有听从他的安排 他甚至乎不惜动用他和黑草红的关系 把我调到报案中心 知道他的每个人都告诉我 他这样做是希望我能平平安安 我能够理解一名父亲的关怀 但是如果... 如果是秦沈峰 除了关怀之外 还有其他目的呢? 还有什么目的呢? 我原本是想着自己 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一名认证警员 事实上我的确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他不想让我沿着他人生轨迹走下去 因为这样的话 我迟早都会接触到真相 被他一直掩饰着的真相 这些都是你的猜辑而已 我看了一眼苏感 冷静地说 我因为一宗被误灭的凶案 卷入了司党案 接着就识得警成 这样才会有后面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段经历太离奇 警成也对我说过 凯莎选择我并不是随机决定的 一定有其他隐含的原因 警成试图找出 我在整件事当中的唯一性 秦沈峰认识得警成的父母 而且有个过激的矛盾 现在他又跟赵家兄妹的死扯上关系 种种迹象表明 他与我们调查的凯莎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和警成的相遇 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你一直叫我不要先入为主 事实上先入为主的人是你 没错 俊教授出现在赵文昭的家里的确令人意外 你不应该单凭这一点 就将他和空手联系在一起 他是你父亲 就算他养父 也对你无微不至事如己出 你不应该怀疑一个养育你自己的人 但是他的证据也都令到他脱不清关系 什么证据啊 出现在受害者的家里就一定是空手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秦教授就是空手呢 我不想证明 对于我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他已经死了 我不想再追查下去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了面对真相的准备 苏锦执过身来认真地说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消极啊 你当初被冒陷的时候 秦教授是怎么做的呢 所有的证据都毫无破绽地指向你就是空手 在你穷途末路的时候 是谁坚定不移地信任你 而是谁不惜一切想证明你的清白 我掌场地叹一口气 我无言以对 苏锦执在不断鼓励我 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秦教授身上 你应该回报他的信任 而不是去质疑你的父亲 振作一点啦 他是你父亲 也是你的教官 没有谁让你更了解秦教授 我刚才见到你坐在标本室的椅上 你当时在想什么呢 景成教我一种思维方式 将自己代入目标人物的设定当中 按照疑犯的思维去重组案情 你想到什么呢 我一边开车一边回答 我承认我自己在怀疑我爸爸 因为他和太多我们在追查的事关联 但是我又不确定空手一定会是他 我曾经认为自己很了解他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我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 但是有点我可以肯定 如果六年之前 谋杀赵文昭的是我爸爸 他绝对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破绽和线索 什么意思啊 他是我爸爸 同时也是我的教官 我现在掌握的认证能力 都是他教给我的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想到的不是他 而是我自己 假如我是那个空手 我应该怎么去完成这宗凶案 秦沈峰和赵文昭的会见是秘密的 两个人都不想有其他人的参加 和被人见到 这样我就会提前找出监控的盲区 在这里设计没有办法被追踪的线路 最后会选择赵文昭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才去 空手的确是这么做的 但是这里里面有一个唯一的变数 什么变数啊 他认下 那个保姆 许应下见到的人是秦沈峰 而且望见了还未来得及收拾的 空案现场的相片 以及见到秦沈峰的配戳 这些线索足以已经暴露秦沈峰的身份 控手制造了一宗离奇的空案 警方被迷惑了六年 也都没有发现到近在紫尺的真相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 这宗是很完美的谋杀恶 唯一的瑕疵就是许应下 苏敢一惊跟着说 对啊 他应该死了才是 没错 如果我是空手 我一定会杀死 看到我掌上 以及知道我身份的目击者 许应下这个瑕疵 极有可能毁坏了这宗完美的谋杀案 因此我会留在赵文昭家里面 等许应下回来 然后顾忌重施 用同样的方法 令到他永远消失 但是 但是许应下并没有死 这么说明 我接过苏敢还没说完的说话 我所掌握的认真技能 都是秦沈峰教给我的 我能够想得到 他同样也想得到 许应下还没死 这么说明 秦沈峰并不是空手 因为真正的空手 是不会留下许应下这个隐患的 苏敢若有所思地说 你看到的那个人 送给你百年孤独 而空手又按照这本书里面的人物 死亡方式去行空 你说 那个老人会不会抓空手呢 我眉头紧锁 疑惑不解地说 目的呢 目的又是什么 他如果是空手 为什么要试驾六年之后 才让我发现这宗空案 他给你留下的那封信当中提到 他为了感谢你的愧疹 会加倍地回报你 难道这个就是他回报的东西吗 拿两句屎骨来回报我 或者这些人的死跟你有关呢 我重重地坦一口气 哎呀 算了 这件事暂时先不要想着 当无止急才要破译出第三张塔罗牌里面隐藏的信息 还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 都不知蒋正东那边有没有进展呢 回到警局 在很远的地方 我就听见厌司房里面 传来了苛斥的声音 我和苏锦对视一眼 那个声音竟然是陆雨晴的 我推开门之后 看到陆雨晴很生气 而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仔 他两个眼都红了 很委屈地跌下的头 陆雨晴在那里骂了 谁让你们擅自地动动受害者的尸体的 那个女孩说了 对不起 我只是想帮忙 陆雨晴拍着台暴跳如雷地说了 帮忙 你能够帮什么手 你一个实习生 谁让你这样的权力去验尸的 我上前去 把陆雨晴按回椅子上 干嘛 有什么事不能够好好地说吗 发这么大火干嘛 陆雨晴点了一支烟 情绪还没稳定下来 从我认识他开始 陆雨晴给我的印象 都是独立 知性 优雅 成熟 以及有咸样的 在他身上 你绝对看不到粗俗和失礼 但是现在的他 在我眼里面 就像一些潑负麻痒一样 这个姑娘仔 是刚刚分配到局里面的实习法衣 他叫做竹小剑 做事是挺爽手和勤力的一个姑娘仔 而且他嘴又甜 他很委屈地说了 征腿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经过六姐的同意 擅自地验尸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唱一唱地松一口气 我读读陆雨晴跟着说了 就这件事而已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但他是发衣 他不验尸 你叫他做什么呢 更何况他也是想帮轻一下你 陆雨晴火气还没消 他指着大门口对竹小杰说了 出去出去 从现在开始 我不再是你的实习老师 你自己换其他发衣带你 还有 我不希望见到你再出现在我的验尸间 我和苏锦面面相趣 看这个样子 陆雨晴真的不是说玩笑 竹小杰咬着嘴唇 轻转身出去 我实在看不下去 我也跟着出去 在楼梯那里我叫着他 小杰 你陆姐刚才的语气太重了 你不要跟他计较 估计因为最近的案子 令到他的压力很大 所以情绪有点失控 但是他绝对不是针对你的 等他平静下来 那就没事了 纯队是我的错 我只是想积累一些验尸经验 但是事先就没有经过陆姐同意 他发火 我都能够理解 我小笑 安慰着他说了 没多大件事 不就是验一尸而已 他不留你 是他的损失 走了 我和你去换一个法衣 纯队呀 我 我 竹小杰欲言又止 干什么呀你 平时你不是这样的 有什么话直接说呢 我 我 我有些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很重要的事 重要 我不想在警局说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鼓声一声跟着说了 我的时间都用来查案的 单案一天不破 我一天都没时间的 不过没所谓啦 你有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告诉我 明珠广队的音乐喷传 明珠广队的音乐喷传 你知不知道呀 知道呀 竹小杰神情有点疑惑了 他跟着说了 我晚上九点在那儿等你呀 这件事不方便在警局说的 你有没有时间去呀 但是这件事 我只能够告诉你一个人听 我不希望你说出去 什么事要选这么远的地方说呀 我根本上没时间 但是看竹小杰这么认真的样子 再加上 他刚刚被陆雨晴教训了 我于心不忍 跟着咬鸟头啦 啊 好了 就你说的时间和地点 我到时候会过去的啦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到微博 KK金刚故事 留言反跪 我们下集再讲 第六卷第六十二章 回到厌尸房 我见到陆雨晴还没消气 苏锏在旁边身身条理 试我不要出声 陆雨晴估计是见到我们都看着他 没有好气地说啦 不要以为我在发什么神经啊 我只是就事论事 但我本来就棘手的了 厌尸是为了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一个刚刚入行的法医 一点经验都没有 万一有什么差错 很容易导致到线索消失的嘛 我和陆雨晴共事了很久 真的没见过他发这样的火 我跟着说啦 你可以好好地说的 不要必要发这么大火啊 你说传了出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吓紧他呢 陆雨晴将几份文件和截笔 递到我面前 我才没那么有空啊 快点啦 在上面签个纸 什么来的 最近发生的两宗凶案受害者 验尸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签完字 受害者家属就能够应领为体 回到安葬啦 我一边签字一边问啦 验尸结果有什么发现啊 陆雨晴领领头 你还指以海撒会留下什么线索 受害者都在直播过程当中 被杀害 行空手法 死亡时间 撤死原因 全部都一目了然 验尸基本上都是浪费时间的 我坦一口气 转转头看向了被白布 盖着的受害者尸体 六张塔罗牌 现在才出现了两张 真是不知道 这里到底会出现多少具尸体 砰 这样一声 验尸间的大门被人踢开了 吓了我们一大跳 梁定国气渴气喘地进来了 喂喂喂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我赢落着说一句了 搞什么呀 天下来了吗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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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捉了呀 我十声站起来 木灯口哀地说了 什么 梁 梁被人捉了 被谁捉了呀 张 张静东呀 梁棲也都大吓一担 梁 梁 梁、梁 梁 梁 梁都大吓一驚 他 他不是在波阳市那里调查 齐瓦的下落的吗 他突然间到梁寻的吗 他突然间回到梁寻的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A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A 不知道啊 两个警员也把梁寻带走了 沒錯,現在將他關押在審訊室內,掌證都拿了命令 沒有經過他允許的話,任何人不能接近孟沉 我還準備叫你去問問到底是甚麼回事 我馬上跟蘇錦再錄雨晴去到審訊室門口 門口站著賀昌實彈的警員,而且全部都是生面口 不是警局裡面原理的同事 他們的態度很強硬地把我們攔在外面 孟沉被捕的消息在局裡即時炸開了 全部都塞在門口,要蔣正東給一個說法 加上這個蔣正東,他本來的名聲就不太好 搞得整個警局群情洶湧,口誅不伐,全部都在罵蔣正東 康如年在樓上下來了,搞甚麼? 他一喝而已,這樣才祭祀了圈樓 看看你們像甚麼樣,當這裡是在市場? 做甚麼?還打算為了兄弟義氣進行蛙變嗎? 有警員在下面李直氣壯這樣說 康局,孟沉是你的學生,說拘捕就拘捕 總要給他一個說法,對吧? 我們好大多一場同事,總不能夠看著他被人冤枉的 你說甚麼?甚麼叫被人冤枉? 你當這裡是黑社會嗎? 隨便隨便便可以抓人嗎? 孟沉有問題才會接受調查 他如果是清白的,自然就不會有事 審查命令是上級下達下來的 其中一個原因我也不清楚 反正清者自清,這個不用你擔心 全部回去工作 康如蓮在局裡頗為之有威信 他話音一落,其他同事都很不情願 但亦都不敢聲張 各自散了之後,康如蓮叫著我和蘇錦再錄語情 然後執意地要入審訊室 執勤的警員還在阻攔 康局,你不能夠進去的 拿著雞毛當令箭 老子是這裡的局長 我局裡拘捕了人 我知道原因也不行 有甚麼責任?我來甚麼? 康如蓮扯了火,一手把警員推開 門口的警員應該是被康如蓮的氣勢嚇到 亦都不敢阻攔 走到審訊室裡,就見到蔣正東 繞著雙手,站在單面鏡前面 我見到房間裡不知所措的猛瘡 手上還帶著手銬 他的神情驚慌失掃,而且很亡然 康如蓮很生氣地站在蔣正東面前 單刀直入地說 今天我們將的話說清楚 你調入營禁稿是上級的意思 我個人對你很不喜歡 我只是服從組織的安排 但不代表你可以在我這裡為所欲為 今天你一定要給我一個解釋 蔣正東面無表情地說 我沒有必要跟你解釋 蔣正東,在這裡我還是你的領導 你必須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的上級是法律 我所做的一切都遵循法律 你! 我虎口婆心地說 你局裡捉了一個警察 如果不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會影響到其他警員的士氣 對於你為人處事的方式 我就不評價 但起碼你要將這件事說清楚 你這樣的行為只會令你成為眾矢之敵 破案需要所有人的齊心合力 人心散了,怎麼破案呢? 蘇錦也心急如焚地說 你不是去了波陽市嗎? 怎麼突然回來了? 而且還捉了孟科長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蔣正東直是我說 我再說了 海撒打了一次電話給你 約你咖啡廳見面 還記不記得? 我按摩頭跟著說 記得 那一次是我失誤 導致錯過了捕捉海撒最好的時機 你雙眼失明的時候 海撒出現過在你身邊 而且跟你說過說話 我再次按摩頭 是啊 怎麼突然之間說到這些事呢? 蔣正東重庸冷靜地說 好了 你是唯一聽過海撒聲音的人 你能否確定邀請你去咖啡廳 以及你失明的時候 聽到的聲音是同一個人呢? 可以確定 海撒的聲音很特別的 我不會聽錯 蔣正東又問 寶龍中心恐怖襲擊案件當中 海撒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他使用了變聲器 第二次對列車的襲擊中 海撒同樣也用了變聲器 為什麼呢? 為什麼海撒要用變聲器? 蘇敢在旁邊說 擔心他的聲音洩露他的身份 真的這樣嗎? 六月情領領頭跟著說 不是啊 如果擔心聲音洩露身份 那為什麼海撒和民賓通話的時候 就沒有使用變聲器呢? 蔣正東冷靜地看著我 跟著說 眼見為實以聽為去 跟你說話的那個人 根本上不是真正的海撒 我一面錯愕地說 什麼意思? 蔣正東說 不要忘記在兩宗空岸當中 海撒的身邊 一直都有未曾露面的銅火 你是說 和我直接交談的是海撒的銅火? 但是…但是海撒為什麼要這樣做? 蔣正東不方不亡地說 海撒的行為模式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他從陰暗直接走到了光明當中 毫無掩飾地站在我們面前 他不懼怕自己被捉獲 因為他很肯定我們無法鎖定他的宗跡 但是唯獨掩飾的就是他的聲音 還記不記得我們發現的那個神秘手機號碼? 空岸額頭 蔣正東聲音低沉地說 目前基本上可以確定 這個手機號碼是海撒的 從鑑證科鎖定的手機訊號位置來看 持有手機號碼的人 一直就在你們身邊 而且景成在對海撒的側寫當中也指出 海撒極有可能是一名現役警員 因此我推斷你們和海撒相互之間是認識的 蘇錦仿然大應了 海撒擔心我們聽出他的聲音 也就是說海撒的確確是我們身邊的人 而且我們對海撒還極其熟悉 甚至熟悉到單從聲音就能判斷他的身份 所以海撒先用一遍聲器 陸雨晴突然睜開眼 透過單面鏡看上了審訊室的孟沉 你…你不是想告訴我們 孟沉就是海撒? 康如蓮大喀一驚 他目瞪口呆地也望著孟沉 就這樣鬆一口氣 唉…既然孟沉不是海撒 那…你為何要拘捕他呢? 掌聲東張的目光移到蘇錦身上 跟著說 你不是指責我案發之後不作為嗎? 你認為我無法及時地應對突發情況和案件的進展 原本我也不打算向你解釋 海撒極力地掩飾自己的聲音 說明聲音就是他最大的破綻和弱點 因此寶龍中心凶案發生之後 我就叫警員開始收集海撒所有語音 蘇錦文 收集海撒的語音有何用? 只要能夠還原他的聲音 就能夠鎖定身份 所以我叫這方面的專家 對收集到語音進行分析主理 我一面亡言地說 我…我為何不知道這件事? 海撒既然一直潛在你們身邊 這樣對於海撒來說 你們根本上沒有任何秘密能夠瞞得住他 所以我沒有調用到警局裡的警令 而是簡算了一組 完全沒有接觸過C檔案的警員參與 我唱一唱一聲 你瞞著我們單獨進行調查? 關於這個問題 我認為沒有必要再討論 我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 在案件沒有徵破之前 我只能夠確定我自己沒有嫌疑 所以我相信的就只有我自己 我跟著說 如果你真的能夠找到海撒的破產 其他的東西我們都不會介意 我找來的都是這方面頂級的專家 他們對語音進行分析之後發現 海撒採用了一套極為之複雜的音頻設備 他的聲音不是單純地改變了音調 以及加入了模擬背景音 看來海撒也預防著音波被人分析出來 要還原海撒真實的聲音在極其困難的時候 我看見蔣正東微微上笑的嘴唇 自信的笑容 在他這塊從來都沒有什麼情緒變化的面上反起了 我激動地問 你…你做到了嗎? 蔣正東尋了一會兒之後 慢慢地碰碰頭 本集播講完畢 歡迎大家到微博KK金剛故事 留言反貴 我們下集再說 第六卷第六十三章 所有人都緊張地注視著蔣正東 等待著在他從嘴裡說出這個惡魔的名字 蔣正東平靜地跟我們對視 我只是找到方法 但還沒說過這個方法 很容易做得到 要得到海撒真實的聲音 就必須通過軟件恢復他的音色和音調做評論 這是一個很複雜而精細的過程 需要很長時間 我問 還要多久才完成? 蔣正東看著我意味深長地說 目前的進度已經接近百分之七十 我問 你沒有選選局裡的人參與音頻分析處理 那你在什麼地方完成? 蔣正東居上告訴我地址 凌國路六十七號屬遠小區七棟一百零一室 一直沒有說話的康如煉跟著在外 凌國路?為什麼會是凌國路? 我詫異地問 為什麼? 我告訴任何人聽 我大客一驚 我大客一驚 康如煉 我在東邊 而你告訴我地址在西邊 這個到底是什麼回事? 蘇錦一面忘言地看著蔣正東 我…我得到地址在北邊 玉財南路十八號的桂園小區 B棟一二零一室 我畫到嘴更加大 你…你也知道嗎? 蘇錦掩握頭 疑惑地說 在寶龍中心案發之後 他單獨找我聊天 要求我抽調兩名有經驗的便衣警員 負責桂園小區1205室的保安 我問過他原因 他當時的解釋就很含糊 只是提到過一句 需要一帶安全的地方進行語音分析處理 而且要求我絕對保守秘密 因為這個涉及到工作紀律 所以我都沒有向你提及過 陸雨晨在旁邊 而且可以說明不停 請問我 請問我 找天人 在寶龍中心裡 請問我 找天人 找天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